拼超联赛还是男女各十个队 然后一个队和另外九个队 进行两次见面叫双循环 然后排除一至四 这四个队进行单淘汰 来争夺本次比赛的冠军 那么我们采访了 中国乒乓球协会的副主席 也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总监江和平 江平先生他在贺词中这样写道 他说中央电视台和中国乒乓球协会 包括中式体育共同打造 这个乒乓球超级联赛 今年有了比较重要的改革 说到改变的时候 一个是一周两赛改成了一周四赛 八个月的赛期缩短到了四个月 中央电视台将进行22场到25场的 现场直播和录像 同时就是综合的来包装比赛 进行电视上的预告和新闻的整体 的一个推动 一周四赛期缩短 各位请坐 体育中心体育馆 这里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场馆 是有中央空调 灯光达到了2000勒克斯 另外就是这里头 他要求 国际平原要求 这个中国平原要求 就是距离不能太远 所以他从徐州机场降落以后 然后距当地 大概只有60公里的距离 因此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的一个主场赛场 我们特别访问了就是丁宁所在的北京队的负责人王立波 他介绍说现在威山湖乒乒乓球俱乐部 这一次来到威山感受当地 不管是政府还是人民对我们的热情 然后对我们的支持 在这日主要是我们队主要吃了很多鱼 所以好像变得更聪明 所以这场比赛打得都比较好吧 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够在接在地 在后面的比赛中 为大家奉献精彩的比赛 这个威山的鱼把人都吃聪明了 现在大家看到了就是丁宁在介绍 这个王立波向我们介绍 说这个地方呢 虽然离开了北京 丁宁很含蓄的说四连胜 你们说是吗 那么到了这个威山湖俱乐部 这里头呢 是铁道游击队的故乡 而且是亚洲独一无二的 和湖交融型的湿地 和最大的环岛型的湿地群 所以他说来到这里呢 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我们也希望呢 北京这些这个北京队的 这些选手们 能够在威山湖这个主场 取得新的进展 大家看到今天队的是 广东二沙乒乓球俱乐部 这就是过去我们讲的 广东乒乓球队 但是由于拼超联赛以来呢 这个选手开始流动 所以很多运动员呢 都不在原来的单位 比如说像辽宁的这个郭岳 就到了河北冀中能源 乒乓球俱乐部 比如像广东的刘诗文 就到了这个山西 这个俱乐部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李明顺 这个作为一个外籍的运动员 他今天呢也应该 在这个比赛中呢 要发挥很好的作用 因为到目前为止呢 威山湖俱乐部是三战三胜 3比2战胜京华银行 3比0战胜山西大浦和华东里东 3比2战胜山东鲁龙平衡球俱乐部 我们具体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将进行我们第一场的比赛 介绍一下比赛的一个情况 大家看到的是这个李明顺 李明顺 李明顺在这次比赛中的表现非常好 他在第一轮的时候呢 是战胜了京华银行的周西同 为这个 为威山湖俱乐部呢 拿到了非常宝贵的一分 这一分呢是非常之重要 是第五盘 最后以3比2取得了胜利 所以李明顺是一个功臣 另外呢就是在第二盘 就第二循环的比赛中 这个李明顺呢是 在这个比赛中呢 由于他排在了第五盘 对冯雅兰 但这盘没有打到 那威山湖队呢 是3比0取得了胜利 他们是战胜了山西大土河 华东李公 也就是刘世文这个队 是3比0取得胜利 同海苗发球 林米林 同海苗 东海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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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比 二比 童海苗作为广东二杀的 第一主力选手 到目前为止是三场比赛 还没有赢 都是输掉了比赛 在第一轮的比赛中 童海苗是输给了 山东鲁能的顾若晨 在第二循环的比赛中 他是输给了 八一纪中能源的穆子 第三轮的比赛中 他是输给了 来自新加坡的于梦尹 于梦尹是代表 俄尔多斯东方五桥俱乐部 6-1 大家可以看到 两个萧球型的选手碰到一起以后 首先是比耐心 另外一个就是 要比两个人的 进攻和防守的综合能力 进攻一定要放冷枪 就这种突击威胁很大 发球抢攻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2-7 打鼻儿 表边 大家可以看到两个选手呢 都是以手为主 司机进攻的运动员 但是从李明帅来看 可以看到呢 无位失误比较少 控球控的更稳健 另外在进攻的时候 一旦攻的话 攻击力也比较强 所以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又是一板出击 这样第一局的比赛就结束了 卫生服俱乐部的李明顺先胜一局 稍后我们来看第二局比赛 这一局比赛之后呢 最终是一比二 银色的险下已决定 你这很产生的气息在这边 你这一局 我们在我们俩在商业中 最终的一定会出现 像现在这样的情况 对人看似风银到铁了 总有人为你制定规则 总有人试图给你答案 但没有人可以代替你思考 走别人的路 不会留下你的脚印 去忠于自己 和你喜欢的一切在一起 做你想做的所有事 人生的经历 不是在他人的攻略地学到 越过高墙 大胆闯闯 让自己无可取代 挑战教条 挑战所有一成不变 创造你的意义 新青年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我们继续回到 拼超联赛的赛场 让我们看看 威山县 威山湖俱乐部 主场迎战广东 二沙乒乓球俱乐部 今天这个场地呢 是在山东省济宁市 威山区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 这是一个通调的场地 大家看到的是世界冠军郭艳和教练 第一盘比赛是两个销球之间的竞争 这个主要呢是看两个人 谁更有耐性 谁手的稳不失误 然后呢 具有很好的突击能力 谁就能够取胜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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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三年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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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 威山湖的李宁 这个顺啊 他经验比较多 从哪看出来呢 因为他看到这个对方 就是这个 广东二沙的 铜海苗 进攻能力很弱 所以他这时候呢 在搓球的时候 有意识地搓得稍微高一点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呢就不容易失误 增加了自己的这个稳定性 如果对方攻得很凶 那这时候你搓球 就不能够给得很高 或者是给得 你看现在他搓球搓得比较高 搓得比较高 对方呢不好搓 同时呢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对方进攻能力差 然后在这过程中 他在寻找机会 一旦有了机会 他就会延续进攻 大家可以看到广东二沙 虽然是连续输了三场球 但是可以看到 他们是整个这个 比赛队伍中最年轻的队伍 就像男子的 河北八州海润 乒乓球俱乐部一样 都是锻炼新人为主 根据今天排阵的情况是这样 今天呢这个威山线 威山湖平方球俱乐部 它是排在第一阻力的 就是李明顺 就是今天这个 穿红色服装的这位运人 大家可以看到 他又开始反攻 反攻如果没有机会 再重新形成对错 然后再找机会再攻 打他很耐心 没有失误 一次不行 再来第二次 所以这样的话呢 如果这样打下去的话 那肯定呢 他是占优势的 因为他几乎没有输 今天丁宁呢 是打第二阻力 丁宁是打第二阻力 同时丁宁呢 打一盘双打 就和盛丹丹 一块来打一盘双打 加油 今天打第一阻力的呢 是广东二杀呢 是张石 威山湖俱乐部呢 是李明顺 所以看起来他这个 这个广东二杀的同海苗的进攻能力 跟李明顺比呢 还是差了一些 就攻击 一个是失误多 一个是威胁小 你看刚才这种球呢 正好是换了一个角度 本来是李明顺呢 一直在搓中突击 搓中抢弓 现在换过来了 是同海苗在抢弓 但是同海苗呢 在进攻的时候 李明顺呢 防得非常稳健 最终呢 是在他 这个李明顺进攻的时候 他也得分 防守的时候 他还得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无论从进攻和防守 两个角度 李明顺都 不比对方差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的优势就很肯定 他 四比六 走 四比七 七比七 准备军第二集 七上烧酒手对烧酒手的比赛感觉就像在玩愤怒的小鸟 四比五 六 百金汽车 四 二 用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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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威与世界共举杯 观众朋友 我们再回到比赛的现场 现在正在为大家介绍的是 威山湖平方球俱乐部 在主场名战广东二沙平方球俱乐部 广东二沙平方球俱乐部的总经理 就是前世界冠军马林 马林现在到了广东主义平方球 的中心担任主任的职务 现在他作为一个世界冠军 已经退役 广东二沙平方球俱乐部 他主要是锻炼广东省平方球队的新人 他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年轻的选手 目前这个队没有得到商业冠名的支持 他和天津俱乐部一样 等于实际上目前没有企业去赞助他 按道理广东的企业能力非常强 所以我们也希望像天津 像广东这些俱乐部 都能够有相应的企业 能够给他们注入活力 三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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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铜海苗很耐心 因为他抢弓也没有办法 所以只有死磨 采取死磨的战术 但是李明顺现在采取就是搓中 然后搓不同的 有的时候很长 到底线 然后寻找机会来进攻 从两个人的功夫上来看 可以穿红色服装的李明顺 这种功夫要好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 在搓球的时候弧线比较稳定 失误率比较低 拉起来了 2比4 2比4 我们刚才介绍了 北京二沙队 主要是以年轻的选手为主 现在我们看到 铜海苗 今年只有17岁 李明顺今年是22岁 李明顺也曾经是 2013年亚洲杯女子团体冠军的亚军 这次也是作为李明顺 作为朝鲜的一个外援选手 也是代表了朝鲜国家乒乓球队的水平 也是参与到了中国拼超的这种比赛中 对他个人来讲 包括对朝鲜对水平来讲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 对他人来讲 好 大家看他打球非常有经验 这种拖这样增加了准确性 对方也不太容易适应 现在似乎彭海苗 这个穿蓝色服装的选手 在死魔的过程中找到了一些机会 就是逼着对方进攻 造成对方失误 这个时候谁连续进攻 谁失误多 这个比较符合这个特点 因为平时削球手说实话 他大部分经历是在练削 在练手 所以两个人都是练手 手都是长相 如果你主动攻的话 通常说在对方有准备的情况下 你是不占便宜的 所以这个进攻的必须要有突然性 刚才我们说了彭海苗 这个还不到17岁 所以他在这次的比赛中的前三轮比赛 是连着输了三场 但是这个队员也夺到了很好的锻炼 李明顺是在对山东鲁能的第三轮的比赛中 他是输给了李小霞 三局的比分 是5比11 11比13和6比11 我记得朝鲜队呢 曾经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 朴英顺曾经获得过女子单打的冠军 另外呢 好像朝鲜和韩国 曾经在一次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联队 联合组队取得了团体的冠军 联合组队好像是双打的冠军 所以从朝鲜这个整个乒乓球的打法 也属于亚洲类型的打法 他们的运动员的特点呢 就是吃苦耐劳 这个意志品质比较顽强 他们的弱项呢 就是由于国际比赛比较少 所以呢这个经验 大赛国际大赛的经验不太多 但是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经常爆发冷门 因为他对别人不了解 别人对他也不太了解 特别是他们在对韩国队的比赛中 常常给韩国队带来非常大的威胁 在这局广东二杀的同海苗表现的耐心比前两局要好 而且一上来心比较定 就不攻了 因为他攻也是得不了分 所以呢他反而采取了不攻死守的办法 这样呢他的心就比较定 看来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现在还是在死坚持不攻 李明顺还是非常的有经验 你看他这个正手一般轻易不发力 拖 你看这个拖拖拖后头这一板发力 就取得了效果 因为你老拖老拖给对方的意识是 你的球很软 他老要往前迎 这时候你突然一把力量打出去 就给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现在两个人的搓球也不是像我们说那个很正规 都是像侧向比较多 这个就是中国销球手舞羊 这个比较多叫所谓叫拉 一个人叫拉 就是像刀一样一样侧面砍这样的球 这种球出去以后一般是侧上 侧下 但是有的时候偶尔呢 这个用力用好的话 也可能拉出个侧上 或者侧旋 而且的外援选手李温顺 就以3比0 为威山县威山湖俱乐部 首先拿到了一分 好 观众朋友 稍后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第二盘比赛 就是由丁宁对张池 我们稍后见 有请威山与拉拉队 玩选不同 城市ICUV领航者东方标志2108光芒要是 车座移动 人马一提 马斯达6 阿特兹 一气马自打 雪花第一赛场 雪花啤酒为您呈现CCTV5年度直播赛事 将心营造 雪花唇生 中国古建筑摄影大赛 火在路上 全新SICARE气拳服技术好些 361度多一度热爱 怕上火更多人喝加多宝 加多宝凉茶配方正宗 全国销量遥遥领先 怕上火喝加多宝 讨好每一寸肌肤的喜欢 法恩沙未雨 沐浴生活之美 喜丽啤酒敞开新世界 全力呈现体育精彩赛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各位观众 现在我们看到双方的第二盘比赛打响了 就是由微山县微山湖俱乐部的丁宁 来对广东二杀的张池 这场比赛从实力上来看 应该说丁宁还是要强一些 但是丁宁在前面的三场比赛中 已经有两次败尽 这个对他来讲呢 是 应该说不是特别的理想 首先呢 他和山东鲁能的比赛中 是输给李小霞 这个应该说是正常 但是呢 有一场比赛呢 他输的就让很多人感觉到 不是非常的理解 就是他输给了狐狸梅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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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宁在对京韩银行的比赛中 他是打的第一主力的位置 在第一盘比赛他是赢了羊羊 在第四盘比赛时 他对到对方的第一主力 狐狸梅 结果呢 是以2比3 输给了狐狸梅 最后呢 在决赛的时候 是5比7 两分之差 输的球 这可以看出来 丁宁呢 在打消球方面 看来还是 并不是自己的特长 过去呢 他打消球不是很理想 后来有一度 得到了很大提高 但是从他输给狐狸梅 这个情况来看呢 就他的对消球方面 对他来讲 还是比较弱象 张池呢 在前三轮的比赛中 他首先呢 是在第一轮 是碰到了山东鲁灯 他打的陈梦 结果是 2比3 输给了陈梦 其中呢 还取得了两局的胜利 这两局胜利呢 第一局11比9 第二局11比8 第三局11比8 两局取胜 说明他的实力 还是相当不错的 另外呢 就是张池在 第二轮的比赛中呢 他是和 杨才颖 进行了双打 结果是输给了 郭月和曹真 这是对 河北八一 集中能源的比赛 在第三轮的比赛中呢 他也是打的一单一双 结果他输给了 广东 他输给了这个 鄂尔多斯东方路桥的 朱玉林 然后在双打中呢 他又输给了赵岩和 朱昭辉的这个 一个配队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广东二杀 是三战三战 现在威山县威山湖俱乐部 以丁宁为首的运动员 是三战三胜 目前排在第一位 这是发球抢冲 但是刚才我们介绍 丁宁在前面 是对山东鲁能 是输给了李小霞 然后呢 对金华银行 是输给了狐狸梅 是萧球所年轻的运动员 5-6 8-7 不错 7-9呢 冰冰今年是24岁 张池呢 比他小7岁 所以这次广东二杀 平常俱乐部的运动员 都是新人 小鸡脚 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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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鸡脚 刚才丁宁也除非说了 到了维山湖以后 经常吃鱼 所以感觉心情很舒畅 那个里头是铁道游击队的一个故乡 大家知道 好 丁宁呢 就以11比9 取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稍后我们给大家来介绍第二盘的第二局 快速调整 拿下了第一局上列 前来实在进行的是双打的第二局比赛 世界杯再度来袭 玩转你的手机 玩转世界杯 玩变全球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者登录屏幕上的网址 下载武耀营APP 参加CCTV舞足球智力竞猜 两套世界杯关赛豪华套票等你拿 推荐好友得积分才能赢大奖 更有潜逃双人电影票发出 还在等什么 赶快下载武耀营APP 我的世界杯 我要赢 一波表实时记录中国体育进程 好 我们先看看第二局 大家可以看到张池这个运动员 从整体来看 还是非常有潜力的 作为一个17岁的小将 身体素质 包括基本动作 都是非常不错 就是我们说的基础打得比较好 现在2014年 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是正在进行第一阶段的比赛 第一阶段比赛呢 就是由一个队和另外9个队相遇 然后打两次 9场比赛在主场 9场比赛在客场 在18场比赛完了以后 然后呢 按照你的胜负积分情况 来决定你的名次 1到4的这4个队 将进行交叉淘汰 来争夺本次比赛的冠军 到目前来看 女子的排名在前三轮以后 从积分情况是这样 排在第一位的是 厄尔多斯东方路桥的朱宇林 他是四场胜利 没有一场失败 这也是四场胜利 唯一的一个不败的运动员 另外呢 像后边 排在他后边的 就是武阳 是四场胜利 一场失败 然后后面是刘诗文 就是和丁宁都是 三场胜利 两场失败 当然也有一些不败的 比如像 河北八一集中能源的曹真 他呢就是 赢了两场 没有输球 还有像 八一集中能源的刘熙 也是赢了两场 没有输球 还有厄尔多斯 东方路桥的朱招辉 也是赢了三场 没有输球 但是目前的排名呢 他是按照一个积分的排名 所以目前排名第一的是 朱雨林 第二的是武阳 第三的是刘诗文 第四就是丁宁 第五郭月 第六李小霞 第七木子 第八就是胡理梅 胡理梅呢在 作为一个萧球手 年轻人员 他是在前面的比赛中 战胜了丁宁 另外李明顺值得一提 就是来自朝鲜的这个外援 他现在是 微山湖蜂球俱乐部的 主力选手 他是排在了第十一位 是两胜一负 这个反手反拉胡圈球 非常到位 大家可以看到丁宁啊打球 最大特点呢就是准 稳和准 就是他的特点 这样呢第二局就很顺利 11比3取得胜利 稍后我们来看第三局 LG画廊OLED电视 LG4加1门冰箱 想法不同 选择相同 H 磨损从启动开始 加十多磁户智能分子 有出众吸附力 显著减少发动机磨损 为启动先保护 加十多磁户 一键智能 一键随心掌控 Terminator 联想智能电视升级未来 联想Lenovo 现在第三局比赛开始 作为丁宁24岁 现在正是好年龄 最好的最佳的年龄状态 丁宁呢本来呢 他家乡是来自大庆 就是黑龙江的大庆 大庆那个地方呢 体育的氛围非常浓 所以小时候呢 丁宁呢就参加了 中方卓的一幕 在小的时候 有机会进入了北京队 和马龙一样 马龙呢是从这个辽宁安山 小时候打球 然后也到了北京队 那么在北京队 这两个运动员 成了世界冠军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丁宁的球很稳健 这就是要稳中有胸 目前从男子的 乒乓球情况来看呢 现在排在 目前的首先 男子在国家队的 这几个高手中 没有一个保持不败 都是 现在排在第一位的是 张继科 是四胜一负 马龙四胜一负 排在第二 许欣三胜一负 排在第四的是尚坤 三胜三负 排在第五的是马龄 两胜两负 排在第六的是延安 四胜两负 排在第七的是王浩 一胜一负 樊振东 五胜一负 大家可以 可能会说 为什么有的人五胜一负 和一胜一负的排分一样呢 它是根据一个综合的评定 就叫赛季 权衡相对积分分值 第二盘比赛之后呢 就是第三盘 双打 双打呢 由微山县 微山湖俱乐部的丁宁和姓丹丹 对广东二杀的红海鸟和杨采 在第一盘的比赛中 微山湖俱乐部的朝鲜外援李永顺 战胜了广东二杀的红海鸟 已经为微山湖取得了第一分 现在丁宁呢 也是胜利在二 如果第二分取得之后 将是他们进行了第三场的双打 好的 你看刚才在对拉的过程中 这个张驰的这个突然的发力 给丁宁带来了威胁 所以在相持的过程中 谁先发力谁先变现 就很重要 三 八 八 四 丁宁作为世界锦标赛的 这个乒乓球的冠军 在明年的苏州的2015年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单向比赛中 又是丁宁一个很好的亮相机会 对丁宁来讲 明年是他的重要的一年 也是朝着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来个人赛冠军 鼓励 我们期待着在苏州 将会有良好的表现 这样呢丁宁就以3比0 战胜了广东二杀的张池 由于李明顺胜了同海苗 丁宁又胜了张池 目前威山县威山湖俱乐部 是以2比0暂时领先 稍后我们给大家介绍 第三盘的双打 我们不仅打造地板 我们创造生活的舞台 菲林格尔 始创于1921年德国 火在路上 全新CICARE气旋服技术 好期 361度 多一度热爱 三星Galaxy S5 点亮我生活 金嗓子好变 治疗奸言 论口借叫 我是不希望这群孩子 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 现在不是我要放弃中群队 还是他们自己要放弃 球队要解散了你知道吗 在输球队要解放弃中群队 再输球的话把我公子证也拿起来 过去的那种 你们做到的别人做不到 我看到一群男人在捍卫自己的梦想 毛巾球队 加油 加油 钦紧西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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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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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在男子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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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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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